正所謂天河區是全廣州天海人最多的一個區 食市做的生意不是堂食就是外賣 臨街商店的生意不是拍烏鷹就是生意興隆 消費群體不是年輕人就是年輕人的家長 而年輕人的活動不是健身就是買買買 一般買買買的地鐵站不是體育室就是體育中心 反正較早之前比如說上星期就去天河那裡 慕名而去的聽說 火樹體育中心體育室就是全廣州唯一一個打別旺的商圈 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做到這麼旺的一體的 一邊就是那些老一些的街區 比如說陸運小區那裡樓下就有很多那些擺檔 日市又擺夜市又擺的小檔都是一些大學生在這裡擺來擺去 買的衣服都不貴 看的人都是幾多下的 現在的年輕人就不流行去一些新商場 新的商圈去玩一些太新潮的模式 就是喜歡一些古時候這樣擺檔 去一些舊的場 三四十年前就有那種 他們覺得這樣才有安全感 所以現在那些新起的商場 天環它算好彩的了 算是新場之中比較黃那種 其他開得再遠一點的花城匯那些 就沒有那麼黃的 那些人都不是不喜歡它 逛街的年輕人入邊 大概每十個有一個拿著一隻大袋 算不錯的了 消費了 除了健身他們都會買一下東西 而且天氣凍過幾天 躲在家其實也是凍 開過什麼暖氣 其實開一天又是差不多要20元的電費 但是很耗電的 乾脆出去逛逛 買一杯東西都是20元而已 幾個人一起出去逛 說不定還是有數位 現在天河那邊 比如說體育中心那邊 大概非常有20年前的 上下九的老國風彩 現在的上下九就 變成了一條普通的路 一個普通的著名景點 其實它跟外面那些陰寧路 就差不多了 名字還在 但是人流量 就是少了很多很多 不過天河的商場 真的是富富緊緊的 就算不給明火 它也是可以 令食物散發出自己的香味 不像其他牆一樣 不給明火之後 食物都沒有了香味 反正就是天河的牆 才吸引到更多人 而且現在人們都很默契 又去其他地方 真的是不消費的